DC新天蝙蝠女烂尾了 有人说 DC电影终有一天会毁在华纳兄弟的手里 这话可能并非威严耸听 就在刚刚华纳兄弟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宣布放弃已经拍摄完成的DC新天蝙蝠女项目 这意味着本片不仅不会在电影院上演 也不会在华纳旗下的流媒体平台HBO Maps上线 可以说蝙蝠女这个项目彻底胎死腹中 此消息一出 立刻在好莱坞引起震动 一位竞争厂牌的高管称 我在好莱坞混了30年 从来没见过这么无厘头的事情 蝙蝠女大电影其实原本就是未留媒体立项的 最初这部电影预算只有7500万美元 对于一部院线大片来说 确实有点寒算 但是对于一部网络大电影来说 还是绰绰有余的 后来由于疫情原因 本片的成本追加到9000万美元 虽然有点超支 但是华纳还是开了绿灯 实际上本片在几个月前已经制作完成 华纳为何宁可让近1美元打水漂 也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此片上瘾 有消息说 是因为此片内部试音会之后反响很差 但是华纳又不想重拍 所以不得不放弃 但是知情人士透露 蝙蝠女之所以成为妻子 更多原因是 她其实成了华纳内部权力斗争的炮灰 蝙蝠女是华纳旗下专门运作流媒体 HBO MAX的事业部的项目 在2021年疫情期间 为与竞争对手网飞和亚马逊流媒体争夺新用户 这个事业部负责人说服华纳高层 让华纳发行的所有电影同步在HBO MAX上播出 但是这个决策得罪了不少制片方和演员 也让华纳损失了很多人才 但是今年春季 华纳与探索重组后 新上任的CEO大卫扎斯拉夫 大刀阔斧地把这个电影同步计划推翻了 并承诺未来华纳电影在上流媒体之前 一定留足时间 先在主流院线上映 新高层打算未来将重心转向院线 而非流媒体 他们更希望将DC电影以商业大片的形式去制作 而蝙蝠女显然不符合新高层的规划 蝙蝠女被认为 既不足以作为主流大片上院线 又缺乏在竞争激烈的流媒体平台吸金的能力 因为如果花钱扩大蝙蝠女的院线上映范围 还需要再花费3000万至5000万美元的发行成本 这样会使本片的实际成本最终增加近一倍 但是如果现在砍掉蝙蝠女 便可以直接在财务账本上被计为坏账 在华纳高层看来 这样做可以合理避税 也算是及时止损的一种理想方式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记得点赞加关注